那一位大概是70出头的一位 就是在这个幼儿园 大家都知道板桥幼儿园的工作人员 幼儿园群聚案增加疫名确诊 案16221是幼儿园的负责人 7月中打过一剂莫德纳疫苗 原先匡列在群聚案的第二层接触者 居家隔离7天后 12号解隔 14号觉得不适裁检确诊 CT值16 目前个案的亲密家属都是裁检阴性 这位工作人员相对的行动不便 那最后在匡列的时候认为 大概接触的情况很低 所以就把它列成是第二层 所以我才说要讨论 这样的一个匡列接触者的一个 恐怕要更严格 另外指挥中心公布 台湾周四新增两例新北确诊 以及10例境外移入 境外当中六例是发现了突破性感染 五例接种BNT疫苗 一例接种AZ疫苗 周四没有新增死亡案例 而周三公布的确诊的陶勤人员 指挥中心仍然表示 初步判定是清洁环境染疫 想象起来应该是在这个飞机内的内部 那个环境所感染的 那这个礼拜 大概郑市长或我们指挥中心 也都有准备 想去这边看看 整体在这样的一个清销管理的过程里面 大家一起在检视 然后再跟专家来做讨论 陶勤人员确诊 匡列亲密接触者46人 当中45人裁剪阴性 一人带彩 职场相关人员 15号裁剪了307名都是阴性 33人带彩 陈时中说 这个案子的可控制性相对高 新团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 曾心敏 台湾 台北报道